好 另外来看到寿风乡志学村中正路 虽然已经是完成了拓宽的工程 但是道路附地设计不足 加上国立东华大学的学生非常多 大量机车是穿流不习的在路旁停车 行程道路狭窄当地居民是苦不堪言 而居民是希望管辖的单位能够拿出魄力 不要让白线围停造成了住户出入的困扰 寿风乡志学村中山路三段66项转弯处 以及中正路45项内 十多户的居民长期以来受到学生机车围停 堵住道路通道 乡民代表在接获民众陈勤后 居民陈勤多次也未获相关单位的解决 28号上午乡民代表邀及附近居民以及村长 共同会堪了解居民的不满 智学村长蔡翰东也表示 曾经与警方以及社区居民协调 不过红线的划设 还是必须经由乡公所提出 自目前也未获公所回复 智学村长还是期盼 公所能够协助 进行红线的划设 解决住户出入的安全 从办公所这里已经有发文 让我们这个厢公所 要来为这个红线 让这个学生可以放车 一个轨车 让这里出入的人 比较方便 因为路洗掉 出入也不方便 公所相办人 常常在玩 所以说这个红线可能不清楚 所以说他一直在拖 时间一直拖拖到现在年底来 这样幽然又不改善 让这里拖 这里拖 真不方便 都有建议跟提案 已经超过五六四了 已经超过两年了 把这个百姓的 置身于截外 所以说这个人非常的要不得 受风乡公所建设科长也表示 代表会建议案一定都会进行执行 而相关的细节进行了解之后 给予代表明确的回复 但是你说的他有建议那么久 我要回去 我倒是要回去查看 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 因为我早上查 中正路4645下 好像没这个 没这个公文 还是说他有代表建议案 该条道路路宽仅有一米半 据当地居民表示 时常有学生将机车横停 造成一米半的道路缩减 因此时常发生纠纷 也期盼管辖单位能够划设红线 才不会让居民通行的权力受损 在需要救护时 也会造成安全上的隐忧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导